common voice 我們帶來提案 好 大家好 我是阿民 那 再來介紹同樣一個 就是 蠻常到黑客松來尋求協助的專案common voice 那這是一個已經六年的 應該超過六年的專案 它是Mozilla的一個計畫 在蒐集全世界各種語言的聲音 跟文字的語料跟聲音檔 那很希望大家一起來錄音 那我們現在 台灣的話有 錄音的介面就長得像這樣子一樣 上他網站 他就會給你一個句子 然後你就可以按下錄音就可以開始錄音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有幾個 第一個是收集給大家錄音的句子 第二個是 錄音 第三個是 聽別人的錄音 然後再往下 那這個 這個語料庫的特色是第一個 他現在有大概一百 超過一百種語言 然後第二個是 他是完全沒有任何版權限制的語料 包含聲音檔跟文字都是沒有任何版權限制的 大家可以自由使用 所以我們也會需要收集沒有版權限制的句子 這個是他在8月的時候的進度 目前國語的話有124個小時 8月的時候 然後台語有23個小時 那我們還需要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來錄音 就是 大概可以到100個小時以上的話 就是一個 就是實際在 呃 開發上可用的 量 量級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 common voice 他們想要進入就是 原住民語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會很需要 如果現場有任何會講 原住民語 或者是 呃 跟這個社群有關聯 有有有聯繫 或者是就是有認識 相關的有興趣參與的 同學或老師的話 就是來跟我討論一下 我們可能會去爭取一些資源來做 就是原住民語的文字語料 然後接下來錄音的部分 這樣子 好那 我們會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剛講的 錄音 聽錄音 然後 翻譯 然後收集給別人錄音的句子 長得像這樣子 好 這是 還有 還有一分鐘 然後 然後 句子的標準是以生活中的對話為主 然後必須 最重要是必須要沒有任何版權限制 就public license 然後 我們會先把句子整理到 GitHub上面的一個report裡面 然後就是這樣一行一句這樣子 那這個是 台語的部分 台語的部分特別標註了就是發音來 方便大家就是參照 好那 所有相關的一些資源都 可以在 HackMD直接搜索 common voice 找到相關的資源 那我今天會在那個桌子那邊 然後呢 在 提案表的 第二頁有 就是 場地地圖 大家就是把自己的 提案也放進提案表裡面 我們已經把 場地地圖放到 畫到提案表上面去了 好那我今天是坐在 這兒 歡迎大家一起來 好 謝謝 謝謝